我们是乐观的看待说 这次调高目标价 有人在前一波因为说 这个保证三年股息 那一段话后来 联教科不是拉到1200了没有 有些人可能就超到1100多块的人 我们想希望可以借由这一波 有阻力怎么样 在这边有外资在这里强力拉抬 结果之下可以让你怎么样 早点解套 然后再重返荣耀 其实要早点解套讲起来 当然解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有一天真的1200给你解套的时候 你又会想说 真他妈的 对不对 真TMD的 当初五六百干嘛不买 对呀 有没有 是啦 那个800以下 700多你也可以买呀 就只能那样傻傻等解套 对 外卖有年代没想到